按了它之後的話,底下要跳出訊息 所以這個好像上個學期我們也寫過類似的東西 其實不算困難 因為第一個,我們必須要怎麼樣呢? 在總共有四個元件上面,要給它ID對不對? 那有ID之後的話,因為UI介面上面有輸入東西 可是我要取得的話,我必須第一個要宣告什麼? 宣告物件 把這四個元件宣告為實體的物件 為什麼?因為我必須要能夠在記憶體裡面做存取 所以使用者key上去的東西,它是在元件上面 在記憶體上面並沒有 所以必須要再把這四個加這個按鈕呢 把它宣告為什麼呢?物件 利用這個物件,然後再利用什麼? 利用一個findView by ID,就是Activity裡面會有一個方法 find什麼呢?findView,View在哪裡?View就是這個View By ID,用什麼方式呢?利用ID的方式把它找到 找到之後才可以連結 那其實為什麼會這麼麻煩? 實際上主要的原因也是一樣 因為它是在Java上面建立什麼?Enjoy 所以它的流程一定要是這樣,才能夠取得裡面的值 那最後的話呢,當我按下這個button上面 會做一些事情,那這個流程喔 我們就必須怎麼樣?在這個button上面呢 建立一個什麼?Listen 隨時偵測有沒有按下去的那個動作 那怎麼做?首先的話呢,第一個 請開啟這個main activity OK 再來的話呢,稍微複習一下 反正我前面講都是有三個流程都一樣 第一個的話就是在exchange activity底下 要做什麼呢?做一個宣告物件 這邊的話一定都是叫做宣告物件 所以這裡的話,宣告物件 所以這裡的話,宣告物件 然後呢,在setContentView下面要怎麼? 第二是什麼呢?第二是連結 原件 第三的話呢,就是叫做建立事件 反正這個應該上學期都一樣的 那這學期也是一樣的 反正你不管學任何app 反正以後呢,去用這種簡單的方法 一二三,就填上去東西 所以第一個,有四個物件 我畫面上面會用到四個東西 三個add test加一個button 第二個是什麼?連結 連結就連結這四個 把畫面上的原件連結到物件 這樣物件才可以實體化才可以用 第三個呢,button按下去 要在button按鈕上面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listen 偵測使用者有沒有點下去 有的話呢,就去做什麼事情 就是做把那個toss訊息出來 OK